走 秦姐姐 你让我去找承煦吧 我和王上还尚未行大礼 我和承煦还有希望 六里已经过半 沿袭都已摆开 眼下已是目以成舟 绝无反悔的可能 你岂能把王上的颜面 当成儿戏 我会去给王上认罪 把实情都告诉他 不管王上怎么责罚我 我都认 茗玉 你不能那么任性啊 可是齐姐姐 承煦还活着 我怎么还能嫁给其他人呢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一定要去找承煦 站住 就算见了又能怎么样 远走高飞吗 对不相干的人来说 这也许是一段佳话 可对卷入其中的人来说 却是多大的丑闻啊 你想想 你们的事情会掀起多少的流言蜚语 王上会多么难堪 他威严何嘴 岂能忍耐 齐姐姐 你放心 王上大不了杀了我跟承煦 反正我们两个 要活一出祸 要死一出死 糊涂 这件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是你们咬着牙豁出去就能解决的吗 你别忘了 你是为了救承煦要嫁给王上的 你这么做 你想过承煦的下场吗 还有 这一条绳上拴着多少人的性命 你想过没有啊 好 我就给你提个醒 当年的冒咒 就是因为悔婚 记得先王一弄出兵 下场是什么 灭国之祸 若此时王上对雍临起兵 我们雍临 会是大盛的对手吗 你忍心看着你的族人和亲人 因为你而丧命吗 你忍心看着你的家乡 因为你而沾满鲜血吗 还有 这预言中 说你是会母仪天下的 若你现在跟承煦去了 王上会放过他吗 承煦的母妃 在临死前最放不下的 就是他们两个 特意交代了王上和亲王 一定要善待他们 现在承煦好容易死里逃生 便又跟你去殉情去了 母妃 是不会原谅他 更不会原谅你的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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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说 你愿意嫁给王上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了 开宫 没有回头见 此事是没有后悔药吃的 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啊 希望我不是 这阴差阳佐 或许都是老天的意思 你跟承煦 是没有这个缘分 明月 现在 你可以选择留在这里 也可以出门去找承煦 去寻你自己的幸福 可是这么多人的吉凶祸福 可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这人生在世 总要有所局舍 你可想清楚了